大家好, 我是Dicky 今天回到我们这个小天地 很久没回过来拍影片了 今天这里的灯光和过往是有点特别 有点不同 因为我用的也是我用开那两盏Iwata LED 灯 一直都用开它 但是我放进我自己DIY的Soft Box 不错, 我觉得效果还蛮好 那这个Soft Box是什么样子和怎样做呢 就看这条影片, 我跟大家介绍过 今天, 入正题之前, 让我买一下广告 因为我之前很有心机再做Photoshop的教学 其实真的用了二十多三十个小时 就出了 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我太心急 在半夜出片 所以通知大家 Youtube通知大家的效率可能比较低 暂时我觉得真的非常少人看 没有说失望的 但是真的有心机做出来的教学 我希望可以帮助更多人 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回去看 那就是上一两条影片 我分了上下两集 今天我们进入正题了 今天是说什么呢? 其实只是说一些小配件 这些小配件是非常便宜的 但用起来是非常实际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很有价值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有三件小配件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件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Gopro Gopro Heel 5 至到Hel 7 都合用的铝合金外壳 近一点给大家看看 这个铝合金外壳有什么特点呢? 为什么我又喜欢它呢? 因为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不同的外壳 之前那些 也可以在下面放一个Audio Adapter 有什么分别呢? 最主要我逐点跟大家分享 现在这个铝合金外壳 前面一样有一个镜头盖 而这里是一个52mm的螺丝口 其实真的可以让我们进入52mm的测试 OK? 它的特别之处就是 旁边 最特别的地方我先说了 旁边这里 多了一个Cold Shoe 不但上面有一个Cold Shoe 旁边也有一个Cold Shoe 兼备可以上到四分一寸螺丝口 OK? 应该看得清楚了 OK 它后面的盖子 就是用一个Ball Lock的设计 这里 这里 OK? 有一粒钢珠 这样子 顶着这个位置 这里 这里 OK? 好了 而进入的 未放机当然相当顺畅 一锻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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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锯 我进进来给大家看看 Hill 7 一放进去 这边才是 好了 对立坑的时候 一拍就已经进去 很顺畅 这个位置很合理 OK? 好了,那就继续说 上面当然有个Cosu,刚才说了 那侧边怎样呢? 看到侧边呢,遮住了,就开不了盖子了 这里我想跟大家讲讲 这个最新的款式,下面这里 都是用玻璃去控制有一块钢板 这块是铝合金板 可以拆出来的 拆出来就可以拿开 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到盖子了 其实平时这块 因为现在展示给大家看 我才能安装上去 其实平时我不安装上去 我不觉得有问题 所以平时我不安装上去 这样吧 清楚 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 这块钢板可以直接拆出来 直接拆掉,没问题 非常方便 下面这个位置是做什么呢? 大家都猜到了 其实呢 就是给我们插入这个 Audio Adapter 这个Audio Adapter 这个Audio Adapter 插进去之后 这条线就插在旁边 OK 应该是清楚了 好 我还想说的是 这个Audio Adapter 如果有些朋友没有用Audio Adapter的习惯 其实这个铝盒感外壳 其实这个铝盒感外壳 下面这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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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拆出来的 给大家看看底部 看到有两个螺丝位吗? OK 这两个螺丝位 这里 这里 是可以拆下下面这一节 所以这个铝盒感外壳更加轻便 这样 而下面 也是有一个四分一吋的螺丝口 我就比较喜欢这些四分一吋的螺丝口 因为配置其他背件安装的时候 非常快捷 以及活动性会增强一点 我待会再告诉大家 如何叫活动性增强一点 下面 刚刚说完 就是一个四分一吋螺丝口 但是其实它跟着这个壳 是有这个高普的传统的螺丝口 这个 用两口六角螺丝 其实上在下面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金属壳 也可以支援这个传统的高普螺丝壳 那六角时也有跟着这个壳 给你的 做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当然 我们旁边其实是可以安装我们喜欢安装的东西 而上面 好像我们一向使用 我最近最喜欢的一个无线咪 就是这个Wireless Go 这个Wireless Go 大家都知道 这个夹子可以直接安装在上面的工具上 接着我们先插线就可以了 插线之后 其实都相当整齐 我安装一个Audio Adapter 给大家看 算快捷吧 放进去 插线 对准这个洞 这个Audio Adapter 可以 很容易 你喜欢怎么弄都可以 但我觉得这样 就非常整齐 安装了之后 下面安装自拍棍 三脚架等等 试除尖便 除你喜欢 这样吧 OK 旁边这个Audio Adapter 这个Audio Adapter 这个Audio Adapter 旁边 这里仍然是 有一个Type-C的插口 可以给我们充电 顺便提一提大家 OK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第二件配件和第三件配件 都是配合这个设置 去做的 现在出场 这个就是了 这里已经是两件配件 是什么呢 我先说第二件 第二件配件 这个好像手柄那样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Powerband 让大家看看 打开这个Cover 之后 其实呢 里面是有 USB的插口 让大家看清楚 OK 对了 有一个USB的插口 还有的就是 有电量显示 现在我按一下它的Power按键 就有四个灯 看到吗 这四个灯 每一格 就是大约25% 大家很容易理解 要注意的是 这个手柄上面 是一个四分一吋的螺丝 当然可以直接拎进去 这里我顺便想和兄弟 对了 因为我见过不少人 去做这些自拍的时候 经常都这样伸直的手 伸直的手 这样垂直的插 其实这个插法 是相当不聪明的 不是最聪明的做法 其实如果我们抵起的手 这样来拍的时候 我们是累得很快的 我可能一分钟已经受不了 就算是拿着一些很轻的摄影器材 也好 这样已经很快会累了 因为其实重量 除了来自这些器材 除了来自手柄 还有来自我们的手 我们这样举起 就已经要支撑着自己的手 那怎么插好呢 这些手柄呢 其实我们最好 最好呢 我们的手臂呢 最好是垂直 最好是放垂下的 手臂是垂下的 这样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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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够远了 对啊 没错 所以我们最好 手是这样扎的 这样伸前的东西 就够远了 我们伸长一点的自拍杆 不需要很长的 可能一两尺已经够了 很够了 那 而摄影器材 角度 如果我们这样链 就这样向天 但是如果我们有些东西 可以调整这样的 那就解决了问题 没错 第三件配件 就是因为 这样 我就拥有它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是一个波头 是一个迷你的波头 为什么要和大家这么说呢 要特意说这个波头 和大家分享呢 我坦白和大家说 在过往 我都用开这些 非常平价的小波头 这些是多少钱呢 十多元 这些呢 喂 这么轻的器材 为什么这么讲究呢 我最初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想和大家老实分享 这些十多元的波头 我自己一向都用开 但是我用了几个 几个都是这样的 你用了四五次之后 滑芽了 我试过 因为这些 其实呢 如果说它状态是好的时候 其实呢 除了上GoPro 比如上M6 那些 或者是A6400 等等那些轻的单板 其实是绝对没问题的 也是稳定的 但是 当你多用几次之后 它一滑芽 就算扭得很实 它是会突然间 我试过有一次很危险的 就是 突然间一跌跌了下来 就是这样躺下来 那嚇到我 幸好我刚刚扶得住 那就相当危险了 我没有心去踩别人 但是我只是说事实 我自己是实际经验的 那就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波头呢 其实它还有一个小配件 这个小配件呢 下面还有一块板 其实呢 这块板 是可以 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波头下面的时候 我当这个是一个普通的相机 这块板 这里有一个小配件 这里有一个小配件 它已经是 其实它除了下面 是一个四分一寸的螺丝口 平时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 当一个小配件 上在相机上 也是可以的 OK 很稳的 OK 那下面有一个自由性 我们喜欢上在相机上 就上在相机上 我们喜欢是 四分一寸的螺丝口 上在脚架上 也可以 如果不用的话 可以拎出来 OK 拎出来 自然是一个四分一寸螺丝口 还没说完 这个波头 还有一个设计 就是上面这块指滑板 可以整块拿出来 可以扭出来 扭出来之后 有什么特别呢 可以反转 拎进去 上面 就变成了一个Cold Shure 不需要我多说 大家都知道用途了 可以上一些Cold Shure的东西 例如 相机的闪光灯等等 等等 等等 就变成了 又多了一个 例如使用上的弹性 随你喜欢 一般来说 都是这边的 做一个正常的四分一寸螺丝口 这样 还没说完 这个波头 这个波头 就这样 上了一个四分一寸的螺丝 平时 我当是一个脚架 当是一个脚架 这样的时候 我真的上了一个Cold Pro 或者相机 那些轻的无反相机 等等 我呢 这里多了一个按针 这个就是松这个波头的按针 这个可以松 可以紧了 另外这个按针是什么呢 就是水平的移动 如果我拧了这个按针之后 这个按针好像有点点阻力 有点点阻力 可以水平移动 那方便我们做什么呢 方便我们在很多时候 想转向 就会容易一点 不用每次一松 就松了一个波头 在这么多角度 尤其是我们想拍一些全景相 几幅搭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用这个按针就这样 转向方向拍一幅 转向方向拍一幅 这样就相当方便了 变成了这个波头 其实设计上挺全面的 所以我想介绍给大家 我现在暂时用了两三个星期左右 它的质素 我是相当满意的 这个是非常推介的 这个波头 真心非常推介 刚才说过 这一支是一支POWERBAND 它可以大大增长 Gopo的续航力 以这个POWERBAND 以我记得的 好像是5200mAh 如果以数字上去计 加上Gopo的电子 这样插着来使用的时候 可以练续拍摄 练续拍摄 5个小时或以上 这样 我相信对一般 譬如我们去旅行 拍摄来计算是相当足够的 实际拍摄时间 但我说的 不是说等待 OK 还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说 旁边的COLSUR 其实我们可以安装什么呢? 在现在的状况之下 我想到的 最经常有需要的时候 我会安装灯 安装LED灯 你喜欢什么款式的LED灯 也好 基本上 这个转折 这个转折的东西 我之前和大家介绍过 我觉得挺好用的 待会安装了 大家就知道 这边 这边 也是 安装COLSUR的转折 OK 那我呢 在旁边 一移进去 上去 其实呢 相当快捷 已经上了 可以用的了 我们平时 那 为什么好用呢? 这个转折头 这个转折头 基本上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灯光 射向这边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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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也可以 下也可以 这样 这样 应该很容易理解 对不对? 我们使用COLSUR的朋友 都知道 它有很多优点 但是唯独是 在低光环境之下 是很令人担心的 拍出来的东西 所以 有这个框 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自由地 安装一个LED灯的时候 假设我们要来应付我们自拍的话 是非常足够的 我平时 如果是这样拿着来拍 其实 嗯 绝对不需要多过15%的能力 那 就相当足够的 为了让大家容易去看看 究竟可以帮到多少 和效果是如何 我特意出去拍了一条影片 给大家看 刚刚安装好东西 然后突然又想下雨了 现在 我们立刻 开始想拍的东西 那 现在 Hero 7 就是上了 在这个Powerband 然后下面就是 这个自拍框 然后就是 这个 小型的金属脚架 OK 很稳俊 可以放在这里 我们平时旅行也很方便 好了 那现在呢 我先开了一部 COPO 现在呢 现场环境非常分暗的 只有小小的街灯 刚刚打到船上 那 那 现在这一盏灯呢 即是白色在相机旁边的一盏灯呢 一会是会照射不到我 我走后一点 那这样 是非常之分暗的 那我就尝试给大家看 譬如我们这样 放眼LED灯在旁边的时候 那 可以的效果有多改善 OK 那我就不再看了 纯粹呢 现在这盏灯呢 是照射着 我现在手上拿着什么 想给大家看清楚一点 OK 我说的是 譬如我们这样拿自拍框的时候 相机呢 可以考虑 屈上来 兼夹扭一点点 那我们手就可以不用扭 而且是可以垂低 这样拿呢 太困难了 OK了 这样拿呢 这样拿呢 我们就会拿得舒服 垂低手臂 垂低手臂 夹住它 这样拿我们就可以拿久很多 相机 现在呢 我是关掉了 防震的 我开了防震 给大家看看 效果 大家都知道应该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它的防震呢 在夜晚 低光的时候呢 会有少少反效果的嘛 现在呢 我呢 就在裹袋里拿一盏LED灯出来 我确定现在是先打电机 没错 我是打电机的 那我就放一个LED灯在这里 那就可以开着它 LED灯太多了 25%我都肯定是会爆的 我相信呢 15%或者是10%都应够 OK 那现在呢 其实呢 就在拍我了 那是 开着了一个防震的 那我现在试一下走两步 周围走一下 走两步给大家看看 开着了一个防震的 而 那个 ISO 最高的ISO 我是开了 800 OK OK 那呢 自动 shutter 那效果呢 未必会是好的 那 那现在我暂时呢 就关了眼灯 很方便 一拆就能拆到 那放在裤袋 跟着呢 我就停了一部高托 那我这个实验呢 那我这个实验呢 现在做第二次呢 我打算什么呢 我就打算 把 ISO 就转到400 希望它的400我们可以接受 OK OK 现在呢 我就再拆机了 Gopo 现在拆机了 那我在裤袋里 拿回一盏灯出来 那一摆一摆上去就能用 那接着呢 就开回一盏灯 现在可能会太亮了 就是 我要先做一做实验 OK 可能 那现在呢 是关了防震的 就是关了防震的 那就是 都是50分之一秒的快门 那就是 ISO 就是 最高ISO400 自动的 都是 那就是最低100 100至400 那我 我猜它现在都在用400 那我也走一下 给大家看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一路走呢 那就 因为关了防震 極有可能呢 是震动 會 防震 就没有了 不用废话了 OK 那现在走了一圈 那看看画质 OK 那现在我都 唉 走回镜头前面 那 那现在呢 我也想看看 Payback 好心急 有 现在最后这一次呢 那这个设定呢 就 ISO400 那就关了防震 那就开了 一个LED灯呢 那那个 那个光度呢 是可以接受的 那但是刚刚那盏灯呢 可能咬得太入呢 就有少少的Live Air 在旁边 有少少的光影 在旁边 那就是 但是我们 自己真的用的时候呢 可以注意一下 这里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是啦 大家见不见到 我已经 我真的不论入夜呢 总之一开机 一设定好 接着就下雨 是很神奇啊 这件事 我都 不知道为什么 呃 现在越来越大雨了 那 幸好呢 刚刚的实验就做完了 那我现在收回一些东西 好了 看完效果之后呢 就 回来再做个总结 那 其实呢 这一套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这一套整套系统 都是金属制造的 非常硬正的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在旅程中 可以比较放心去使用 不会不小心撑到一些东西 可能塑胶就会有崩裂的情况 那样 金属就硬正很多了 还有呢 这个系统 真的将我们的拍摄器材 我们的GoPro 这个续航力大大延长了 那我们可以真的放心 画拍一拍 不需要太担心 还有呢 就是 灯光 那我们真的去到一些过往 我们很担心的低光环境之下 我们都可以尽情去拍 那 改善了很多画面的质素 那 今天这一套系统 其实也是 这个都是一百元以内的东西 这个PowerBang 这个波头也是几十元的 刚才好像也忘了说 这个波头这么多功能 都是几十元的东西 这个是八百多元 这个金属外壳 就是这样 价钱不是贵 但是用起来就很实际 突然很压运 好了 最后就是想玩什么呢 最后呢 是想跟大家试一试 之前跟大家玩过的磁吸系统 其实呢 这里不是有一个四分一寸螺丝口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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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把其中一个头 拧进去 拧好之后 眼灯这个转接头 也是上了这个头 譬如我们出去用的时候 我们真的发觉 突然很暗 想打光 或者想用光 用光来亮出来 突出主体 我们就在褲袋里 拿眼灯出来 然后一吸一吸上去 已经可以了 相当稳定 也一样可以 可以 可以 调交角度 OK 一样可以调交角度 当然 你上了这个磁吸中置 不要不断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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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这个磁吸装置 大家想知道怎么做 很简单 看这集可以了 我也是很有心思 告诉大家 如何做 带大家去 如何买材料 那些东西 OK 还有 记得 如果大家有兴趣 去学习一下Photoshop 记得看前一两集 前一两集 给了很多心思 去做 起码二三十个小时 希望可以 分享到一些技术 给更多人 支持你频道的朋友 记得 点赞 最好是帮忙分享影片 给朋友一起看 把技术伸发出去 好吗? 那就不要太沉了 今集说到这里 下集跟你见 拜拜